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跟这个小先生咱眼底是说条件好的 现在这女孩庸俗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这女的比子健我青年好几次 我给你介绍个富二代 我给你介绍官二代 直接这样说 而且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讽刺的意味 在咱们年轻的时候 如果说我给你找个什么高干子弟 多少还有点讽刺的意思 对不对 有点放弃原则的意思 对对对 现在这种很直白的路线 不浪费时间 对现在姐们表示关系好 就是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官二代 省长的儿子什么的都是富豪 我就说你要假如跟这种男孩在一起 那么可能就是法拉利 当然这个法拉利也可能跟林宝坚尼就撞了 你经常有这个刺激 或者是别人之类的 就妈妈的车啊 拉风就兜风啊 滑风之电车 或者是玩什么呢 这帮富二代我还真不知道他们玩什么 车吧车为主要吧 那个牌子叫什么汤马士还是爱马士 爱马士 爱马士 整天在那里边晃悠 给你买一个包包几十万什么 哎你选择跟老男人混 还是跟小男人混 老老男人 哎呀 我不选 你干什么不回答说没有别的选择的吗 中间的不行吗 你就上他的圈套 没没没 中间如果说跟女生差不多年纪的男生 一定比女孩子幼稚 这是那个 所以他们还是归类于小孩子 对 那就作为中年男人呢 就是我我可以带你 我可以带你认识这些 我男人 因为我个人 我的条件有限啊 所以没有蓝宝坚尼 以及没有法拉利吗 对 好了走啦 八五八二 花儿茶我也没有 我都是 那红酒总有了吧 红酒总有了吧 因为我自己平常喝两三百块钱一瓶的 我就是说 有的时候啊 这个我也有我的朋友圈 他们有很多老男人 比如说喜欢古董啊 喜欢一些个这种文化 是吧 收藏 收藏 文物 最近呢 他们在朋友圈里都在转发一个 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跟在中 好像最近六月十三号 是中国一个什么文化旅游日 哎 重庆 呃 大足 时刻 那里有一个国宝中的国宝 叫做千首观音 大概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金箔脱落呀 就是病了嘛 就是已经八百多年 所以呢 呃 云集了 全国的专家文物修复工作者 干了八年 就在六月十三号这一天 重新开幕 金碧辉煌 我先给你报道一下正经的新闻 然后我再跟你说不正经的啊 这个正经的新闻 是怎么讲的呢 是啊 在中国文化遗产日 这个特殊的日子 正式对游人开放 经过长达七年的修复 牵手观音造像 再现金碧辉煌 庄严而优雅 与昔日因病害 而残疚破损的身躯和容颜 形成强烈对比 让人震撼啊 就是说 使用金箔一百多万张 就是就是说 这是 金碧辉煌的这个感觉 对这是正经的新闻 我再跟你说 我的朋友圈里呢 传 因为我是外行 所以我只能说介绍一种观点 对吧 大家来评说啊 好 我给你来介绍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咱们也要从这个图片开始 原来你先看第一张图片 我跟你说这个说明 他就是说 也是说啊 6月13号开幕了 经过这次长达八年 数百位专家和文物修复工作者 先勤参与的修复工作 号称国宝中的国宝的大族时刻 牵手观音 从以前的这个样子 这是以前的啊 以前的这个样子 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你再看 然后评价为 面对这个充满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审美风格 我忍住了吐槽的冲动 但是这朋友圈难辩真伪 我先说啊 我跟当个乐说啊 然后接下来 这有人就说了 说 也许我们可以看看 日本也有一座国宝级的牵手观音 那么日本经历了十年 也是2000年 经历了十年的整修 1000多年了 就是建真和尚 当年唐朝建真和尚东祖 在奈良的昭提寺 建的一个金堂 一个庙 里头也有一座牵手观世音 而且我这才学了一点知识 说这个牵手观世音啊 有两种 一种呢 叫真术牵手 就是说真的有一千只手 再有一种呢 叫二十五有 就是咱们一般大多数看到的 其实是四十二只胳膊 但是呢 每一只胳膊代表了 二十五种生死轮回的谜局 一成嘛 是1000只 而这个奈良的这个 是真的 42只大手臂 911只小手臂 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 真正的 真数 真数牵手 但是他也是面临的这个破旧啊 于是日本人决定修了 然后呢 这是日本著名哲学家 有一个人赞美说 说这是手的交响乐 咱们可以看看 看看这就是 你看 日本的这个 哎 他还有另外卢舍纳佛呀 药师佛 还有另外还有两 这个两座佛 修复钱 修复钱 然后呢 2000年到2009年 10年 奈良 大修 看怎么大修 往下看 往下看 这就是这个 牵手牵眼 这个 观音 你再看 他这个整个金塘 被全部解体成 一根根木材 这些 全材 全材 这些古木材 一一标号 分成可用 修复后可用 以及不可用三类 对这个古木 朽烂腐败之处 用新木材填补 不能有丝毫误差 解体工程完工之后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你看 把这个观音的手啊 逐一取下来 然后要用X光 因为呢 在这个日本以前的朝代里边 也曾经修复过 打的这个钉子 为什么要用X光 把每一个钉子的准确位置 记住呢 因为这会影响手臂和身躯 连在连接时候的角度 所以日本人就是用这个 你看他透视嘛 这个钉子是什么角度打进去的 再修复的时候 拆了再装的时候 还是要保持这个一样的角度 就精确到如此地步啊 然后你看 全部极为小心的千手观音 被拆成了这样 这一千只 一千只手 那么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金堂也是这样 把所有的这个木材分解成 把所有分解成一块块木材 修复之后 重新拼接 再重新构建 然后你再看 这是2007年1月 你再看下边 再看下一张 啊 这个 修复完成了啊 2008年9月 然后你再看 这个修复之后的佛像和金堂 看起来跟从前没有什么改变 你再看 这是修复之后的 看起来 还是旧旧 跟没修一样 看起来跟 白修了 白修了 这就白干了 怪不得小日本人 哎呀 这效率太低了 哈哈哈 解构主义拆了一大圈 对不对 花了这么多功夫 白修了嘛 刷一刷就行了嘛 这真是 刷一刷历史的那个购物 就都被你刷掉了吗 这就忙 这忙活什么呢 所以 所以我那天你说这个 我还想起 有一个讲那个 黄 不是黄段子啊 就是有个叫黄西的是吧 就讲 美国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华人讲笑话 对对对 哎 你发现他这个英语的这个笑话啊 这个就是包袱皮偏厚 嗯 就是嗯 你比如说这个呃 他在央视几频道啊 好像有一个晚会 我听他讲 一个跟企业家们讲 哎 挺可乐 就是说啊 他说 你个呃 中国开了这个18大呀 还是什么 就是全国人大 是吧 哎 就是呃 等于说选出了 这个新一任的国家的主席啊 呃 总书记 哎 但是呢 呃 与此同时呢 美国啊 花了什么200个亿的美金 说选总统 最后选的还花200亿美金 还是那个人 哈哈 就还是奥巴马 哈哈 就是像这个 对对对 花了白花钱的感觉就对了 是这个意思吗 那个 我以前说过嘛 杭州就是两个最主要的塔 就是一个是六合塔 一个是雷锋塔 嗯 那雷锋塔是重修的 倒掉了嘛 很出名的倒掉了 现在你去看 隋代的那个六合塔 很少人去 他在前堂墙边上 比较旧 嗯 大家都去那个崭新的雷锋塔 为什么要去崭新的 不觉得旧才有它的美吗 你说 很多人是烧香 求生儿子 求发财 什么金光闪闪 去哪里一屋 小商品市场 买刚刚那个 这个我说了 因为我是这个外行 咱们国家那么多的专家 也不可能是不懂得 这个修旧如旧的这个原则 但是呢 咱们只能说 有些人他有这个观点 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现在讲 这个日本的这个 是为什么要这样 比方说 当年这个佛教大圣的时候 那真是 有时候花黄金600斤 什么赤金10万斤 就是 真是佛脸上贴金 往脸上贴金 指的是往佛像 但是呢 比如说 在日本中间的一个朝代 好比说是这个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金箔脱落了 怎么办呢 那么 在脱落的地方 涂了红漆 上面再贴上金箔 可能在日本的另一个朝代 比如说天平朝代 上面刷的就是黑漆 所以日本现在这个 他希望啊 保全保留 这个历史维修的痕迹 每一次 等于是他的维修史 也要保留在里面 我也要保留金箔 但是我也要保留呢 这个江户时代 里边的这个黑漆 这样你 一个立体的历史纵深 呈现在游客的面前 可是呢 我们的有的专家 也很有意思 我们有些专家理解 这个修旧如旧的原则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什么叫修旧如旧啊 当年他旧的时候啊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他刚被创造出来 所以我们有些专家理解 这个修旧如旧是说 我就要复原 他最开始那个时候的样子啊 他最开始的时候 说是斩斩心铺了金箔呀 我不是也是如旧吗 你别说这个背后 是有一个对历史观的看法 咱们先取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刚才说了这个咱们是微信朋友圈里 扒出来的这个一个文章啊 如果说是事实或者什么有误 欢迎大家指证 但是他说这个现象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背后还包含的 真的是包含了一个 怎么看待历史的一个 很哲学的理论的观点 我到比方说希腊 雅典 最出名的山上有一个庙 那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庙呢 那上面的大理石呢 就是乳白色的 对不对 那这个乳白色的大理石代表了希腊文化 现在整个西方世界都认定希腊 特别是雅典的这个 是他们西方文化的正宗的来源 你知道丘吉尔在欧洲打仗的时候 说什么地方我都能放弃 希腊不能放弃 他们的这个盟军跟苏联划边境啊 他就说东欧你拿去 希腊要归我 那是那是 他觉得是他们 他就像我们的西安啊 但是庙的很 当初的这个庙 不是这样乳白色的大理石的 当初盖的希腊的时候 在那个雅典文明兴盛的时候 不是 今天呢 他也不是 今天他是因为风吹雨打以后 变成褐色了 黑色了 然后他们用很精细的手段 他把那几个小的那个女神像 放在房间里 用很精细的手段在修 但是他们修到怎么样呢 修到乳白色 修到我们心目当中的 希腊文化的颜色 但是 我记得是这个君斯坦丁堡啊 就是那个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有个博物馆 里面放了个亚历山大的一个墓 它里面就上面的雕刻 旁边就模拟了一个 它当年的情况 当年情况怎么样啊 一屋小商品市场 就屋载兵分的 在希腊的那个馆 现在就在那个雅典下面 玻璃全透明 欧盟修的很大的博物馆里边 仿造了一个 当年他们想象 两千年前 这个上面的情况 也是五彩兵分的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大问题 我们要值得思考了 就是说修旧如旧 这个旧是指两千年前 当初的原貌呢 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还是指今天世界上的人 认为的雅典的旧 因为我们认为的雅典 我们现在看到五彩缤纷的希腊 我们不接受的 这不是希腊文化 你明白吗 我们接受的是乳白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是当初的原貌呢 还是后来两千年三千年人们 形成的对这个历史的看法 像我就会觉得说 又就是要把 就像日本要把旧的痕迹留下来 因为这个痕迹本身也是历史 你并没有权利去把它抹灭掉 抹灭到属于它的历史 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要 把它每一个 就像这个七本来就是这样子 它当时就留在那边 就应该要维持它这个样子 不然这中间那边就忘了 不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还是 它本来不是这样子 它本来是彩色的 但是如果说你回复到 它最原始的样子 那中间你不就忽略 比如说OK两千年好了 那中间这两千年 它在它身上产生的变化 就一笔勾销吗 如果你回复到是最开场的部分 这个你们俩说的 其实还真的就是 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 你比如说青铜器 咱们都知道 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赠明瓦亮 金光灿灿 极金嘛 是金色的 好 那么因为它是铜 所以今天呢 说审美啊 就好美啊 斑驳的 这种一定点绿才好看 对不对 但是呢 实际上你看啊 因为我是外行 但是我不是跟这些 收藏青铜器的老男人聊聊天 不是在这个河里活道 有卖青铜器的 他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啊 他就讲 中国两个青铜器的重镇呢 一个是上海博物馆 还有一个是陕西博物馆 就是青铜器比较多 他说呢 你看你要一个收藏青铜器的 如果是这个这个全是绣啊 也不好 因为那样就完全绣都没有本来面目了 呃 但是呢 你像有些那个徒老财 买回来 磨掉 磨的就跟这罐一样 金光闪闪 那就有你更金更彩 对 那完全不值钱了 对吧 所以其实呢 他这个甚至有某种风格的问题 你比如说他跟我讲 我不知道啊 他跟我讲 他说他说他觉得上海人啊 喜欢样子好看 说他觉得 就把他磨精 不是 没有没有 就是这都是很微妙的 他觉得上海的 好像倾向于啊 处理的干净一些 嗯 就是看着就好看 就恢复到最早的 也不不不不不 是是一个中间状态 中间完全是在一个中间状态上 多一点少一点的这个把握 但是相比之下 你看那个 呃 要是西北那边的 他们可能选择的 就是呃 除锈啊 除的尽量少一些 嗯 那么看上去 显得好像有点脏脏的 那么感觉 哎 这是他 你看我 我举的例子 是说明 这是很微妙的 你如何保留这个信息 你知道他的意思在哪 这个争论的意思在哪 就是价值到底在哪里 比方说我们讲孔子 我们现在要拍部电影 是孔子 孔子有两个孔子 一个是你可以通过今天的考证 恢复到当初的这么一个人 嗯 他身体很高大 他很落魄 想要给我走来走去 等等 这是一个孔子 但另外一个孔子 是我们两千年积累下来 概念当中 就我们文化积淀建构中的 那个孔子 这就是青铜的 这就是旧的这个唐僧的 这个这个佛像的这个东西 这个积淀的两千年人们 对他的看法 这个孔子跟前面那个 不一定一样的 所以你到底我们真实的是哪一个呢 这个是 你这么说 韦杰 我前一天跟几个台湾人聊 还是你要你知道我想起哪 好像这九份 我刚刚也在想这个悲情城市里面的九份 你讲一讲 就是我们看电影 悲情城市的那个九份 是带着一点点悲哀的味道 然后带着历史的味道 可是你现在去看九份 你根本不会看出那个味道 如果我不说 你完全不会觉得 他就 你只能说 这个悲情城市在那边排 有这样子的阶梯 可是他跟完 就是他在商品化之后 他也成为义务小巷 永远是这样闪亮亮的 他就再也没有那样子的 文化的那个 或者是那样子的精神在里面了 你去你就再也感受不到 当时台湾的那个社会的感情 但是因为这个九份 我还曾经被人骂过 被观众 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去九份 我还瞎拍这个照片 我就当时 我说你看台湾 人家对这个历史痕迹 我们以为的古迹 好像是一千年前的 几百年前的房子 我说这就是台湾几十年前的 几十年前 而且甚至是破房子 临建的那种房 或者像卷村 那种临时居住的 搭建的一些房子 一个破扫帚还摆在那里 看上去脏乎乎的 但是他保留起来 甚至还拍电影 我拍了之后 我就在想 我说中国改革开放当中 比如说广东 有多少那种农民的小楼 临建楼 包括深圳当年的那种 城中村 那种小楼也不好看 我说将来这个城市 是不是都能够保留一部分 这个东西 他看出了你这个城市的痕迹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结果观众说 你这个土鳖 那有什么好看的 是这种房子 这个京生高速公路上 不是不是 就是广深高速公路上 到处都是这种破房子 是吧 你怎么会觉得这个美 你什么品味 那你看 上海就有啊 上海以前 我记得他们还专门保留了一个区 都是这种滚地龙 就是这种非常破的 他们为什么保留那个呢 那个时候为了一口四甜 这是万恶的旧社会 专门弄了 我不知道现在还保留 现在也许被发展掉了 信息 这个 换句话说 一个是最早的原始状态 一个是一个历史过程 到底我们真实的是哪一个 我再举个例子 诗经 诗经回到当年 就是一些黄色歌友 最早的国风 但后来变成文学经典 那你我们现在真实的 到底是什么呢 是他的一个变迁过程 还是他当年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一个 把握的平衡 我觉得比较靠谱的路子 是尽量保留历史的信息 因为你将来是一部历史啊 甚至就是说 咱们很多那个年代 并不见得是好的 文革的很多事情 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你为什么要把它全部铲除呢 你岂容轻使 晋成灰啊 对吧 那你要留下来这个信息啊 一个人 你过去的几十年 你都没法否定 何况人类呢 所有做过的事情 都应该留下痕迹 嗆嗆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伟杰你看 我最近还跟几个台湾老男人 我现在两岸三地的老男人 跟他们玩 就是我也是文化人 这个挺有意思 你看啊 我们喜欢台北 觉得台北很破旧 对吧 我们好喜欢 上次是谁说台北的街头 拍起来就是一部70年代的电影 对 就他的旧的那个感觉 但是旧而干净 对吧 然后生活是如此之方便 而且人的态度又好 友善等等 我们就觉得好 但是你看 在几个台湾的这人就是说 说台湾这个建筑 这几十年毫无作为 在世界上说起来都丢人 只有个111 就说台湾的这些建筑师们 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前一阵子 有一个台湾的电视节目 就是带了一群台湾的小朋友 大学生 然后去上海看 他们被上海的这些高楼大厦 吓到想说天哪 我印象中大陆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 看到说他吓到 他反而会回到台湾 会觉得说 哇怎么台湾就一个101 就是摩天大陆 我们只有一座 在上海你举头望去都是 可是那个冲击是 就像你说的 这个秀到底要多磨一点 还是要少磨一点 如果你全部都敲掉了 那台北市的这些历史痕迹 比如说西门町啊 东区啊 每一个区发展的时间不同 他都看不到了 对但是为什么台北这么多年 好像很少像大陆一样盖这种 还有一个是地权的关系 一个是地权的关系 还有很多都是国宅啊 他有一些保护 他是不能这种拆的 他的一些拆迁户的问题 他是私有土地的问题 还有因为他有些可能是历史古迹 就比如说很多在这个徐州路 在台大附近很多 就是很多的一些旧的日式建筑 以前非常的美 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 台湾多少年来 一直在戒严情况下 在这之前的几十年 是随时准备打仗的 对怕大陆空隙 对怕大陆空隙 对并不是重点在建设 对盖个太高的楼 八个一导战 给敲下来白盖 现在这个101变成了 ISRS的一张图片 大台湾人 这躺枪啊 这真是躺枪啊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事挺有意思 就是说你不同的人看 你就有不同的这种需求 但是呢 这个今天 把那个东西刷的这么新呢 我觉得他们其实啊 我估计啊 没有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那么深的一个历史观的看法 我觉得表面上讲是要回到当年 实际上还是为了今天好看 就是今天 因为我看到五台山也是 这是香火最旺的庙 我跑过去 这个佛像后面的螺丝钉都看得到 螺丝钉都没遮掉 然后我就问当地的人 我说这为什么 他们说灵啊 准啊 我在这里败过了 我就发财啊 另外有个唐代的木头的那个 就没有人去 整个民族处在一个 大难之后 革命之后 经济复兴爆发的时候 人对历史是一个无知的淡泊 我觉得这个才是原因 你知道我在中国很多地方 为什么觉得就是挺惨的 就是说啊 这个你看他们搞古董的 最爱讲的是皮壳 一边一个古庙 一个古建筑 或者一个随便一个东西 他这个表皮啊 实际是最重要的信息 可是咱们的很多地方 我一看啊 他把这皮壳全铲了 然后他拿这个水泥 甚至看着像石膏一样的东西 他重新按照原来的行动 我跟你说 就是你这个年代 就把这个时代 就把这个全部毁掉了 而且再也不会有这个千百年的皮壳 没了 是吧 其实在台湾有一些 比如说三级古迹 比如说龙山寺好了 之前因为地震的关系 然后重新修复 当时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大家就被骂得半死 也跟这个很类似 说你修完之后 再也不是以前的龙山寺 它再也不是以前的 就是三级古迹 你去看的凋梁化洞 长得跟以前是完全一模一样 可是却少了那些历史的痕迹 就会 还是会觉得可惜 可是还有一个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以前的技术跟材料 现在没有 也还有一个是传承的问题 可能他想要把它盖救 也没办法 因为现在 雪花纯生